台南有一道非常低调的美食 叫做嫩骨饭 你知道嫩骨是取自于哪里吗 嫩骨就是取自于美头猪 它的肋骨下方的排骨 美头猪也只有两条而已 经过特殊的烹煮之后 它入口弹牙软嫩 而软骨的部分吃起来就很像果冻一样 互有胶质跟营养 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吃吧 晶莹剔透的软骨 每一口都吃得到满满胶质 米饭也不马虎 台南后币的米粒 就算冷掉依旧Q弹 假日一天最多可卖600万 边吃嫩骨饭还可以配上这一盘片鸭 带皮的鸭肉紧实又香甜 肉质鲜嫩不柴 配上香气逼人的葱末相当入味 令人损止回味的料理 制作过程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独家秘方中药 腌制鸭肉经过烟熏火烤 这是我们已经烤了一个多小时的烤鸭部分 轻轻一化 鸭油缓缓流出 骨肉分离 下刀要下得比较准一点 不然就是会肉会像这样 所以没办法整个就是脱离 切得够薄才好入口 剩下的碎鸭肉也用得淋漓尽致 白粥加入皮蛋 把一般用的瘦肉用烤鸭肉替代 香浓软滑保护暖心 现在这么炎热天气有的时候你一天可能也可以卖快一百万 这股好味道已经在地飘香五十年 巅峰时期在云嘉南开了十六家店 但展电速度太快 急速扩张的后果就是品质把关出了问题 原本只是投资者的陈维如 进而接手 大刀阔斧 猜测店面 刚来衔接的时候是 等于算是公司完全没有资金 那同时因为他们以前早期税的部分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变成说有贝国税局有开罚 那连补贷房那边有两百多万的税要缴 变成说你又没有子弹用 然后你还要再处理负债的部分 在兵荒马乱之际 扛下负债 重新经营品牌 甚至推料理包 打算拓展客群到海外 我们也确实说做了调理包以后的 在中北部的市场知名度开了不少 那甚至说我们目前已经有在谈 包含新加坡 泰国跟马来西亚的一些接洽 弯下腰来 亲力亲为 一路走来 虽然辛苦 但接手两年 也渐渐做出成绩 让台南在地好滋味 在多变的餐饮市场中继续发展